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知名市调机构DJ Times研究中心估计,今年全球晶圆代工业营收恐将减少13.8%至1215亿美元。2024年营收渴望回升。 展望未来,Digit Times研究中心一名分析师表示,2024年晶圆代工业营收渴望回升,不过总体经济增长动能不强及地缘风险恐抑制产业增长动能。 高效能运算,HPC应用晶片需求强劲。5G、电动车等晶片用量提升,加上自研晶片风潮,以及IDM常委外下单趋势不变,中长期晶圆代工业营收依然成长可期。 近日,台积舰总裁魏哲嘉也预估晶圆代工产业由年减7%至9%下修至年减14%至16%,对于半导体景气何时触底反弹。 魏哲嘉表示,看到一些早期复苏迹象在PC与手机上出现,不过是否触底,可说非常接近,但目前仍很难说是否会强劲复苏,因为客户仍在谨慎管理库存。 此外,中国市场需求也仍疲弱,客户下单趋保守,库存调整延续到第三季度。 与此同时,三星电子日前也正式公布了2023年第三季初步财报。 受全球消费性电子需求低迷及记忆体晶片订单锐减影响,获利较2022年同期,骤减近80%,不过三星营收及获利也出现了出逐迹改善的正面续号。 根据三星发布的初步财报显示,预计第三季营收年减13%至67兆韩元,约500.2亿美元,略低于LCG Smart Estimate共识预期的67.8兆韩元。 营业利润为2.4兆韩元,约17.9亿美元,较2022年同期的10.85兆韩元,大跌78%,低于LCG Smart Estimate调查所预期的2.1兆韩元,约15.6亿美元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三星二季度和三季度的营业利润呈现逐迹增长,市创2009年以来最低第一季6400亿韩元,第二季6700亿韩元的三倍以上。 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央行升息的情况下,消费性电子产品需求疲软,记忆体晶片订单减少,价格大跌,迫使三星在纪念一季度财报公布后宣布减产记忆体晶片。 以硬对应供过欲求压力。 今年第一季及第二季,三星负责晶片业务的Device Solutions装置解决方案,DS事业部分别亏损4.58兆韩元,4.36兆韩元。 不过,分析师看好,三星DS事业部第三季亏损,渴望降至约3兆韩元。 理由是,三星转向锁定利润,更高的尖端晶片,例如搭载在高阶、Ai伺服器、GPU的高频宽记忆体HBM,同时扩大削减非高阶晶片的产能。 分析师普遍预期,三星ITG,行动通信IT与Mobile Communications,IM事业部有望成为财报亮点。 第三季营业利润,可达3兆韩元。 主要受益于,三星提前在7月推出高价折叠机,Galaxy Z45和Galaxy Z Flip。 据韩国媒体报道,近日,三星新一代旗舰手机Galaxy S24系列现身Geekbench 6数据库,相关CPU效能测试成绩也被曝光。 据了解,这次有两个版本的三星Galaxy S24 Plus进行了Geekbench 6的基准测试,型号分别为SMS926B和SMS926U。 其中,SMS926U1-4搭载的是高通新一代旗舰处理器骁龙8 Gen3,而SMS926B则搭载的是三星自研的新一代旗舰处理器Exynos 2400。 根据此前的资料显示,高通骁龙8 Gen3将采用1加3加2加2的8核设计,及一个主频高达3.19G的ARM Cortex-X4超大核, 三个主频为3.15G的Cortex-A720大核心,两个主频为2.96G的Cortex-A720大核心,两个主频为2.27G的Cortex-A520小核心。 GPU则为ADRENO750。 三星Exynos 2400则采用了1加2加3加4的10核四重级CPU架构,包括一个主频3.10G的Cortex-X4超大核心, 两个主频2.90G的Cortex-A720大核心,三个主频2.60G的Cortex-A720大核心, 加上4个主频1.80G的Cortex-A520效能核心,总共配置有10个核心。 GPU方面,Exynos 2400配备了基于AMD最新GPU构架RDNA3的Strix 940GPU,提供了改进的游戏效能和光线追踪效能。 根据三星官方的说法,Exynos 2400的CPU效能比Exynos 2200快70%,AI处理能力快14.7倍。 在最新的Geekbench New的OpenCL测试中,三星、Exynos 2400基层的Skrix 940GPU和高通、骁龙8 Gen3基层的Adreno 750GPU表现不相上下。 Skrix 940的测试成绩为14918分,Adreno 750的测试得分为15055分,仅比前者高出了0.9%。 在Volkan测试中,高通Adreno 750的得分为17031分,三星Skrix 940的得分为15479分,前者成绩比后者高出了10%。 综合来看,三星Exynos 2400处产入的GPU切换到RDNA3构架后取得显著的进步,已经达到了与高通最新的Adreno 750相近的水平。 三星电子10月下旬,还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了三星代工论坛2023,并公布了其先进工艺路线图和代工战略。 在此次论坛上,三星展示了从最先进的2nm工艺到8英寸传统工艺一系列汽车行业定制解决方案。 自2019年,成为业内首家量产基于28nm工艺EMRAM的公司以来,三星计划2024年量产14nm车用EMRAM,然后在2026年和2027年量产8nm和5nm车用EMRAM。 三星官方表示,8nmEMRAM与14nm相比,预计集成度将提高30%,速度提高33%。 此外,三星还计划到2025年将目前的130nm车用BCD工艺提升至90nm,与130nm相比,90nm的BCD工艺将使晶片面积减少20%。 三星代工事业部总裁西洋彻卫表示,目前他们正在加大投入准备工作,为客户提供功率半导体、微控制器、先进的自动驾驶人工智慧晶片等多种解决方案。 三星强调,其将在2026年完成车用2nm晶片的量产,同时还透露了其开发业界首款5nmEMRAM的计划。 根据此前DigiTimes的报道,三星半导体和设备解决方案DS部门负责人Kai Hian Pian曾公开表示,要在未来5年内超越台积电和其他行业巨头。 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昨天的法人说明会上披露,台积电有望在2025年量产2nm工艺晶片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